當她長大的時候她跟我們說 原來當時覺得我們是破壞了她的線 將她從很舒服的地方帶到她 一個很不舒服的地方 現在看回覺得很值得 因為當她們看到別人的需要的時候 她不再集中 集中點不再集中在自己 我有沒有這件事呢 我覺得很值得來擺上這十年的時間 Chris和Lydia 90年代 原本在香港做成衣生意 工作很忙 三個子女唯有交給工人照顧 代價就是親子關係疏離 在1998年因為生意每放月下 較上看到子女讀書辛苦 於是就有移民的念頭 看到她在香港讀書很辛苦 星期五的功課可能有十樣 經常都哭了口臉 在這裏對著功課 所以自己很想有一個 會不會去到外國的教育 比較自由、輕鬆一點 去到美國再沒有工人 每樣都要親力親為 跟兒女的接觸多了 親子的關係亦比之前好很多 2005年Lydia去了廣西探訪孤兒院 之後就做了一個 改變全家人一生的決定 就是全家一起移民去當地定居 幫助那裏的孤兒 有一班孤兒在中國 他們沒有爸爸媽媽跟他在一起 我兩夫妻都很希望可以 是否可以帶著子女一起 跟他們一起生活 可以讓這些 沒有父母沒有的小朋友 可以得到父母的關愛 不過親戚朋友和子女 就強烈反對這一個決定 那我和他們敲門來 只是罵我 他們是中國人來 他們罵我 為何我們這麼自私 帶子女去中國 我覺得當時我們聽到 是很傷心的 心裏都是很忐忌的 那個反對的聲音都挺強烈的 都說我不想去這樣的地方 我在美國現在很好啊 但是兩個月後 一家人真的搬去廣西 三個子女的反映 出乎父母的意念之外 他們和當地的孤兒相處得很融洽 又教他們讀書識字 一起玩 其中一件事令父母很深刻 妹妹是可以入讀幼稚園 但是家裡環境不好 沒有能力讓她讀書 原來他們倆 用他們的零用錢 用他們做兼職的錢 供這個小朋友去讀幼稚園 在廣西生活了七年 兒子和小女 在三年前回到美國讀書 但仍然堅持每年的暑假 都會回到廣西探點孤兒 他說這是他們的highlight 這是他們整年的highlight 我想他們很掛著小朋友 好像孤兒園的小朋友 看著他們 當他們只是小朋友 過去十年 Nidia和Chris 和幾個子女身體力行 在廣西開辦孤兒園 和老坦康復中心 他們說父母的身教 和花時間陪子女 才是最重要 我們有和孩子們一起去成長 我們沒有缺席 我們在他們的成長當中 在每一個難關 我們都沒有缺席 都可以和他們在一起 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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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一起